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帝并没有说我叫你去就去 啰嗦 相反的上帝是有耐心的坚定的呼唤摩西 排除摩西心中的忧虑 给摩西信心 让他不要害怕去承担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任务 上帝透过几个明显的神迹来向摩西证明他的大能 上帝把摩西的手杖变成蛇 然后让摩西抓住蛇的尾巴 于是蛇又变回了手杖 上帝显这个神迹给摩西看的用意是什么呢 原来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 杖是权柄的象征 而蛇则是代表着法老 上帝用这个神迹来告诉摩西说 我赐给你权柄 能够胜过法老以及埃及那些法师的权势 我会帮助你 给你能力 我的能力比法老还大 你不用害怕 接着神使摩西的手长了大麻风 接着又把他的手复原 然后神告诉他说 如果摩西你把尼罗河的水取来倒在地上 神就要使水变成血 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象征 如果没有尼罗河泛滥的河水 埃及就没有粮食可以收取 所以把尼罗河的水变成血 代表上帝掌管整个埃及的命脉 这三个神迹 神都要让摩西知道说 神在掌管 而且神的能力是超乎法老 以及自然界所有的能力 神要告诉摩西说 你不要怕 你只管倚靠我 我会带领你 帮助你 去完成我所托付给你的工作 其实想一想 神根本就不需要这么费劲 千方百计的去说服一个不愿意顺服他的仆人 来做这一件 在神的手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我们可以知道说 神的旨意并不是要去成就多么奇妙的神迹 神的心意只不过是要透过这些神迹 让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到神自己 如果没有这些经历 我们可能不会对神有一个很深的信靠 奇妙的是 神也容许我们与他角力 神也让我们能够跟他争执 而上帝却温柔的 耐心的用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引导我们 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做一个决定 不管你的人生有多么多的困难 你要知道神的权柄是大过一切 人需要做的不是固执的倚靠自己的能力 然后在那边干着急 而是立刻放下自己的意念 与神对话 相信神的权柄 然后交托给他 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把自己交给你 我知道你已经为我预备一切生命所需要的 一切困难所需要的恩典 都已经充充足足的为我预备好了 我需要做的就是安息在主你的里面 看你要在我身上所成就的大事 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声明来求 阿们 祝福你今天不要再依靠自己 把事情交给神 过一个得胜的一天 祝福你今天